這個問題要從三個層面來分析 第一個是美國 第二個是台灣島內 第三個是兩岸戰爭的問題 就第一個問題來講 特朗普他用盡各種辦法 希望能夠打壓中國 壓制中國的崛起 來讓美國的選民 認可他的執政方向 表示說美國能來是世界第一 中國不會威脅到美國的世界第一 可是不要忘記 特朗普打這個台灣牌 他的最新的呈現的方式 就是不斷的賣武器給台灣 然後支持台灣的台獨政權 不斷的衝撞兩岸關係 而且用比較極端的方式在推進而已 這是美國方面所顯現出來的問題 第二個在台灣島內的問題 尤其蔡英文在美國的支持底下 在他民進黨黨內打敗了賴清德 在整個台灣島社會裡面 也強有力的壓制國民黨 跟鎮壓住所有的藍營的政治人物 這裡面美國的幫助是相當大 因為經過了幾十年的一個發展 大部分台灣上階層的人士 都有美國的永久居留權 或者美國的國籍 在這種處境底下 這些已經美國化的台灣人 就相當於日本殖民台灣島時代的皇民階級 他們統治了台灣島 當然會為了美國的利益 來配合台獨政權往前推進 而蔡英文的一批人裡面 對他們來講 台獨是他們的意識形態 他們終生要為台獨運動而付出 所以有了美國這樣大力支持的機會 你說他怎麼不可能抓住這個機會 去繼續推動台獨運動 那林立方作為一個國民黨的前立法委員 他當然會很憂慮 在美國的力道 以及這個蔡英文的一個配合之下 兩岸之間一定會越左越緊張 而且爆發戰爭的風險 是一天比一天的增加 林立方的憂慮呢 其實也不算是憂慮 因為從民調上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人在民調上顯示說 有40.9%的人願意上戰場 為兩岸戰爭而戰 可是由於在美國支持之下 在蔡英文開動的龐大的宣傳機器之下 只是他們不曉得什麼叫上戰場 因為台灣島的服務員很小 所謂的上戰場就是台灣島本身就是戰場 你在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家裡就是戰場 所以沒有所謂的像美國人說要上戰場 一定要離開美國本土很遠 但是台灣人要上戰場 就是你的家就是戰場 但是很多台灣人沒有辦法體會到這種處境 狂熱的配合蔡英文跟美國的旗幟在搖動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